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傻娘们儿 真是不让人省些 给我回家好好收拾的一顿 另外 那个叫李妍的行走 同样被这次事件所牵连 李妍 那是谁啊 一个和太岁接触过的行走 四姐因为您之前和太岁的事 一直处处针对她 包括和她有关联的人 唉 我跟榆树明明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女人吃起醋来 真是没完没了 您也知道 我的传承是掏剔 说白了 看的就是厨艺 但有一道菜 我一直没机会尝试 今天就给你露一手 喂 我不等厨艺 做菜帮不上你的忙 你需要我做什么 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想在岩府果实里学厨艺 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先给我来蹲夜宵 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 什么叫史上最年轻的特技厨师 走错片场了兄弟 玩个梗啊 你这人真没劲 实际 天马行空 哇 这种刀法 这家伙竟然只是用来做饭 真浪费 备菜完成 那么 接下来 起锅烧油 有一说一啊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路总偏了 你的船程是滔铁 怎么想应该是石刻 不是厨子呀 我以前是五仙类船程 一引之刀 能力方向是那个时候确定的 后来 船程被人抢走了 勉强留下一条命 不过我的运气不错 换到了滔铁 对 之前的本事也能发挥作用 这样都能东山在一起 你还真是有几分本事啊 严福嘛 你夺我抢很正常 看开点 好香啊 你这做的到底是什么 望月楼里最嫌手艺的一道菜 油饱装脆 这道菜对火火的要求极为苛刻 千一秒钟则不熟 过一秒钟则不脆 但要是做得好 咬一口 嫩中带脆 一个字 绝 什么情况 好香 你想吃 好香 每次我做这道菜 沸腾午夜就会提前降临 引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才需要你来帮我 明白了 你安心做吧 外面的交给我 谁也别想踏进望月楼一步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这面头 连妖怪都会打净了 这面头 连妖怪都会打净了 人约黄昏后 公子万福 不知可愿与小女子共度良宵 姑娘 不请罪来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奴家向来喜欢主动 不如 还是算了吧 阴阳不同路 抱歉 我去 这个有点过分了吧 隔着跟我玩闪灵吧 天光 这些只是幻想 原来如此 新闻谈试 对阴体造成伤害 接触即可引爆 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丹娘今晚应该能积攒足够的能量了 我说兄弟 要吃到你这口菜还真不容易 就快好了 再坚持一下 我居然 回到了十年前 原界开服前夕 这次哥 一定会保护好你 还有让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 付出代价 不过 在这边 有什么样的 こう说 我回去 你给你了 你 能不能够 好 你 在这边 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